这师父跟你们讲 学会弥勒佛大度能容 容天下难容之事 开口一笑 笑世上可笑之人 看看激功活佛 你笑我他笑我 哈哈一笑 这个世界就是这样 一切都会如过眼云烟 一去不复返 所以人生在世 经常会接触到复杂的人士 那学博人应该怎么样呢 好好修你行吧 你就是要借世界上复杂的 一些人和事来好好的修行啊 这就是给你锻炼的机会啊 别人骂你 你不气 别人生气 你不气 气出病来 无人踢 就是锻炼自己 所以人要学会经得起逆境的磨炼 这种逆境的磨炼就叫逆增上缘 增加你上境的缘分 有一些是遭到了别人的诬蔑 遭到了别人的污蔑 诽谤之后 我要更好的去做给别人看 就叫逆增上感 别人讲你没关系 我就是要好好的把佛造的心静下来 记住了 静能空心 一个人一安静 心就空了 我问你们 一杯水刚刚倒好的时候 是不是会有很多沉淀物啊 你眼睛看不清的 当你把这个杯子放在那里 慢慢的几分钟之后 它水中的沉淀物就会慢慢的到茶底了 就是这样 所以有的时候 师父教你们 磨难是你们的导师啊 来点磨难反而让你更加坚强啊 很多孩子就是一辈子在父母身边 得不到任何的磨难 所以他一下子碰到一件大事 傻了 这下垮了 经常受些风风雨雨 他是指导我们走向光明虔诚的一些小的挫折 感悟真实的人间 你才能升华境界 所以不管在人间碰到多少逆境 要心宽 你才会长存感恩心 因为当一个人困难的时候 我们才想到求菩萨保佑 让我们能够赶快脱离困难 菩萨帮了我们了 你一定要心存感恩 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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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